Hello 大家好 我是蘇姊 我現在在拉斯維加斯 要跟大家講講他們到底是怎麼樣 把水引進這個綠洲中的沙漠的呢 拉斯維加斯是一個幾乎沒有水的地方 所以他們所有的水源都是從外面引進進來的 那到底怎麼引進進來的呢 其實他們就是用很粗很粗的水管 然後想辦法通過地底下送來這個綠洲中的大城市 他們總共有三個不同的地方 包含雪山上面的水 在加州那邊去鹽之後的海水 以及甚至他們會跟墨西哥這一邊買水進來 存到他們的水銀行裡面去 這個呢就是他們的水源來源去 那其實很有趣的事情是 在他們這一邊呢 冷水是非常寶貴的資源 包括你現在看到這個游泳池裡面的水源 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寶貴的海 因為所有的水經過水管然後自然加熱 這吃熱的太陽 啪啦啪啦啪啦過來之後呢 所有的水都是滾燙的 所以像在台灣呢 我們是用熱水器把水加熱的 他們這邊呢是想辦法把熱水變成冷水 因為這邊天氣太熱了 沒有冷水真的是會死 所以在對他們來說呢 冷水是非常寶貴的資源的情況之下 在所有的大型飯店裡面呢 游泳池對他們來講說 就是相對非常重要的遊樂設施 不只是給觀光客 他們的本地人也會來這邊享受 慶良的游泳池水 那包含他們會有些小碩 甚至在一些比較嗨的地方 會不會請來DJ吧 很快的訂閱音樂 對他們來講就是一個很棒的慶良用室 那他們對於省水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相當有無套的 在他們周邊呢有一些政策規定 包含像是他們 美國人家裡都會有院子 那他們的院子呢 草坪是規定不能夠超過院子的 二分之一的 零溪位 你要灑水啊 水超級寶貴 你竟然哪一位植物 另外呢 如果你使用自動的噴灑系統的話 滲水會給你相當的美麗 那當然如果一些新式的建築呢 他一定要有神水的蓮蓬頭 所以你的水不會非常非常的大 然後你會有神水馬桶 甚至還會有所謂的隔熱建材 讓你在室內裡面呢 可以不要喝到這麼多水 然後不用到這麼多的冷氣 也能夠稍微節省一些能源跟資源喔 所以大家如果下次有機會 來到這邊拉斯維加斯的話呢 記得一定要好好享受這些冷水的設施 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呢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是到Facebook IG 都可以找到我的蹤跡喔 我要繼續享受我的陽光 泳池 以前你們還沒有來 等一下我口氣去量一下囉 網美做完 其實很熱 超級熱的 接著的